如果你看过漫威的永恒族Eternals,也许会惊叹电影的脑洞,来自苏美尔神话的Gilgamesh,吉尔加美时,竟然爱上了希腊传说中的女神雅典娜,Athena,成为她千年的守护者。 那么,Gilgamesh是谁?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她的传奇。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当古代众生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片美丽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 Plain。 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指的是右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广阔地带。 这片地区今天主要位于伊拉克境内,部分延伸至叙利亚和土耳其。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坐落着一个城市,Uruk,同时也是一个国家。 Gilgamesh是Uruk的国王,他们是Suma,苏美尔为名的重要组成部分。 Gilgamesh在Uruk城中建造了壮观的通天塔寺庙,围绕它的城市筑起了高大的城墙。 种植了许多珍稀果树,享受着奢华的生活。 他不是普通人,他是Demigod,半神。 是祭祀王Priest the King,鲁格班达和女神宁兴的儿子。 Gilgamesh的身体可谓是一个杰作,他比其他人都要高大,拥有非凡的美丽和超乎寻常的体力。 因为是Demigod,他的寿命也比别人更长。 但金尔加美尔也会死,无法像神那样永生不朽,immortal。 Gilgamesh非常arrogant,性格傲慢,形式狂妄自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tyrant,无人能阻挡和挑战他。 他滥用作为国王的权力,要求人民崇拜他,并命令建造纪念碑。 他还诱惑任何吸引他的女性,无论他是否of the nobility or merit,无论出生贵族或已婚。 城里的居民逐渐开始厌恶这位国王,在他们向神祈祷时,请求从金尔加美时的残忍和淫义中得到拯救。 强大的天神阿努为人类感到怜悯,命令掌管植物的女神阿努努,创造一个能与Gilgamesh辟敌的生物, To create a creature to rival Gilgamesh。 女神阿努努用了一块黏土,A Potion of Clay,创造了一个混合的半兽人,名叫恩基督,恩基督。 他长浓密的毛发和牛的脚,恩基督像动物一样生活在森林和平原上, 他与羚羊一起吃草,与狮子一起在河边喝水。 所有的动物都认识并服从恩基督,他成为了动物们的保护者。 但他遇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如何接近人类,他只能远远地看着人类文明的城市。 在另一边,欧尔克城中,Gilgamesh听说城外森林里出现了与自己相仿的高大强壮的男人。 他决定要弄个明白,Gilgamesh找来了美丽的神庙女祭司舍马特去调查, 并试图seduce,诱惑这个神秘的男人,目的是夺走他所拥有的女神富裕的纯洁。 女祭司舍马特来到森林,如果他的意料,恩基督与Gilgamesh一样的令人惊叹, impressive,健壮勇猛,他很快就爱上了他。 经过七天七夜的缠绵后,恩基督逐渐的civilized, 慢慢地学会了人类的一些行为,学会了语言和感情。 此后,女祭司舍马特告诉他,关于Gilgamesh的存在和他的暴政。 恩基督希望女祭司能带他去找Gilgamesh。 他们一起来到了沃尔克城,一个重要的婚地即将举行, 但正如大家担心的一样,吉尔加米诗出现了, 他要在婚地前夺走新娘。 就在此时,恩基督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公开地指责Gilgamesh。 这是相爱的两个人,在举行神圣的婚礼, 你的行为就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Gilgamesh十分震惊,这是他第一次遇到胆敢回击他的人。 Someone able to strike back at him, this made him angry, 他感到愤怒之急,人群预感到了接下来的混乱, 迅速从婚礼撤离,这里只留下了两个巨人面对面。 Gilgamesh先动手了,两个强大的存在互相给予了对方最强烈的攻击。 The Epic Fight,史诗般的战斗,支去了七天七夜, 摧毁了城市中大量房屋,两个巨人之间的每一次重击, 都足以杀死五名人类勇士。 但两者似乎都不愿意给Wing,让步或者屈服。 然而,所谓惺惺相惜,作为独一党的力量存在, 他们不可避免地开始欣赏对方, begin to admire each other。 最终,吉尔加弥士打出了干净的一击, strike a clean blow,击到了Enkidu, 但他没有选择结束对手的生命, 而是伸出手帮追Kindu站得起来。 两人都为这伟大的战斗感到兴奋, 很高兴认识这样的对手。 他们彼此拥抱,一生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从那天起,Gilkamesh接受了劝告, 约束了言行,停止了对他人民的折磨, 他想成为一个政治的国王, just the king。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Gilkamesh和Enkidu一起穿越了许多未知的土地, uncharted lands。 他们一起经历了许多冒险, 打败了各种怪物和英雄。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one thought hovered over Gilkamesh's mind, 有一个念头一直萦绕在吉尔加梅士的脑海中, 他知道他们俩人都在变老, 总有一天会面对死亡。 为了使他们的名字永垂不朽, to immortalize their names, Gilkamesh邀请Enkidu一起前往雪松林, 去挑战居住在那里的强大的恶魔, 虎姆巴巴, Humbaba。 Humbaba是一个可怕和危险的存在, 即使是神都对他礼让三分, Humbaba从未离开过森林, 不认识吉尔加梅士, 也没有做过任何激怒他的事情。 但Gilkamesh和Enkidu来了, 开始了他们的挑战。 戏剧性的是, 当他们看到恶魔呼姆巴巴时, 两个半神被恐惧所瘫痪, paralyzed with terror, 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生物, 但既然来了, 只能鼓起勇气冲上去。 又一场大战开始了, Gilkamesh用他的斧头开始了攻击, 经过几次尝试, 伤到了怪物的侧身, 而Enkidu用他的长毛 给Humbaba的喉咙致命一击。 Fatal Blow 结束了这场噩梦般的对决。 临死前, Humbaba cursed, 说他们中的一个 将会为他们所做的事情而死亡。 Gilkamesh和Enkidu 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壮举, 但Humbaba的死 让众生感到愤怒, 埋下了隐患。 Gilkamesh和Enkidu 返回了他们的王国 庆祝这一事件, 但在派对期间 出现了一位意外的客人, Ishtar。 Ishtar是战争女神, 爱与性的女神, 因此也是掌管生育的女神。 Goddess of War, Love and Sexuality, And Thus, Fatality。 他对吉尔加美什的英俊 和力量印象深刻, 决定Make him a lover。 尽管Ishtar女神的魅力 非常吸引人, 却未能诱惑吉尔加美什, 被他拒绝了。 因为Gilkamesh知道 Ishtar女神有过很多情人, 而且都死得很惨。 Ishtar对Gilkamesh的拒绝 感到愤怒, 他竟然如此的大胆, 他swore revenge, 发誓要报仇。 Ishtar请求他的天父, 天神阿努帮助, 恳请他派遣最强大的生物 来杀死Gilkamesh和Enkidu。 于是The Ball of Heaven, 天堂之牛来到了人间, 开始摧毁他们的城市, 同时带来了 Deming and Natural disasters, 地荒和各种自然灾害。 人们迅速请求他们的王 摧毁这头天神兽, 于是两个半神 与强大的天神之牛 展开了对抗, 展开了整个Mesopotamia。 Gilkamesh和Enkidu 使用了他们击败 恶魔忽姆巴巴的 相同的武器, 合作杀死了天堂之牛。 It's a sign of contempt, 作为藐视的标志, 吉尔加美斯 切下了公牛的一条腿, 扔在了远处观战的 女神Ishtar的脚下。 Ishtar非常愤怒, 天上的神明也非常愤怒。 这次, 他们决定降下惩罚。 After deliberating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在仔细考虑 发生的事情之后, 诸神决定 Enkidu必须死, 因为他的背叛, 因为他抓住了 天堂之牛的脚, 从而Gilkamesh 可以给予最后的一击。 一天后, Enkidu fell gravely ill, 得了重病倒下了, Enkidu意识到 他的死亡临近了。 而Gilkamesh 看到他最好的朋友 出于这种状况 几乎疯狂而绝望。 恳请城中最好的医生 Found the cure 找到治疗的方法, 但都无济于事, Enkidu在 在Gilkamesh的怀里痛苦 而狂乱地死去, Gilkamesh悲痛欲绝, 连日哭泣。 Enkidu的死 也让他感到了 对死亡的恐惧, 开始寻找不朽的秘密, The Secret of Immortality, 以及复活Enkidu的方法, The Resurrect Enkidu。 他要找到 那个传说中的人, Udna Pichtin, Udna Bishitim, 相传他在史前的 大洪水来临前 受到了神的指引, 而建造了一艘大船 来拯救 所有的动物与工匠。 在成功地等待 大洪水退去后, 他被众生 赐予了Immortality。 华之找到 Udna Pichtin的执着, Gilkamesh开始了 他的远行, 他穿越山脉和沙漠, 遇到了各种奇遇 与险阻。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 他遇到了一位 名叫Story, 神秘的酒馆老板。 Story拥有着 非凡的智慧。 在他们的交谈中, Story向Gilkamesh 提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Gilkamesh, Where are you hurrying to? You will never find that life for which you are looking for. When the gods created man, they allotted to him death, but life they retained in their own keeping. As for you, Gilkamesh, Fill your belly with good things. Day and night, night and day, Dance and be merry, Face and rejoice. Let your clothes be fresh, Base yourself in water, cherish the little child that holds your hand, and make your wife happy in your embrace. For these two is the lot of men.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为何如此匆忙, 你永远找不到 你所寻求的生命。 当神创造人类时, 他们赋予了人类死亡, 而将生命保留在自己手中。 第二家美食, 你应该享受生活, 日夜不息的欢乐和舞蹈, 尽情的宴请和欢庆, 让你的衣服保持清新, 沐浴更衣, 认识那个牵着你手的小孩, 让你的妻子 在你的怀抱中感到幸福, 因为这也是人的命运。 这四招谈深刻地改变了 吉尔加美食的人生观, 他意识到, 尽管他拥有凡人难以企及的 力量和寿命, 他可能终将面对死亡。 他标志着吉尔加美食 内心开始的转变, 虽然他还没有放弃 寻找肉体上不朽的方法, 但是Durie的话语 种下了他接受 终极宿命的种子。 随后, 他继续踏上了真诚, 在偶然机缘上, 他受到了一个船夫的帮助, 他穿过了一片巨大的水域, 有毒的湖泊, 终于他来到了不朽的 Ulna-Pichtim的家。 但令吉尔加美食失望的是, Ulna-Pichtim向他解释说, 只有神可以 grant eternal life, 他是无法帮助的。 但是, 即便如此, 海洋深处有一种神奇的植物, 吃了它能让人返老还童, rejuvenate, 延长他们的寿命, prolong their life span。 吉尔加美食潜入了海中, 找到了这种神奇的植物。 他开心地回到岸边, 把他放在了旁边开始沐浴, 以净化自己漫长旅行的污垢。 但是, 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一条蛇, 极为普通的蛇, 竟然被植物的甜美气味所吸引, 吞噬了它。 当吉尔加美食注意到时, 已经太晚了, 他发现蛇褪去的干皮, the snake's dry skin, 那么这条蛇已经rejuvenated。 现在, 吉尔加美食明白了, 无论一个人多么的强大和富有, 都无法战胜死亡。 他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返回了他的王国。 这是第一次他静下心来, 注意到他的城市是多么的宏伟和持久, Magnificent and Enduring, 他的人民是多么需要他的关怀, 而他梦寐以求的Immortality 是那么的遥远, 他唯一能做的, 最接近的就是在石板上 记录下他与挚友Inkidu的传奇故事。 而现在, 我们看到传承下来的故事, 也同样是后人 在Clay Tablets石板上的记录, 这也是当时人们最常用的记录手段, 而类似的石板 也同样记录了神秘的 Sumerian King List, 苏美尔王表。 Gilgamesh是苏美尔神话中 半人半神的King, 他的在位时间 也大约见证了 从神到凡人的寿命的转变。 这一神话被记录在 吉尔加美什史诗中, The Epic of Gilgamesh, 它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作品中 最早的杰作之一, 也是我们已知的 最古老的史诗叙事之一。 Gilgamesh的故事 在时空上都和希腊神话相隔甚远, 但在漫威的《勇魂族》电影中 有一段设定, 由安吉丽娜·朱莉 饰演的女战士Thina, 她的形象 与希腊神话的雅典娜 非常相似, 有趣的是 她的名字在 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地在希腊神话中 被人传承了雅典娜, 而另外一位 高大魁梧的战士 Gilgamesh 则在默默地守护着Thina, 浪漫跨越了神话 好,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